CANVA来实现这种横切的效果 就感觉蛮立体的 好像把这个物体呢 做一个横切的这个效果 好 那我们新增一个页面 我们加一个背景进来 我们把它图片设成背景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找到一个草莓 好 那我们就找这颗草莓 放大一点 接下来呢 我们复制副本 建立一张副本 Ctrl加D建立一个副本 那利用键盘的方向键调整 让两张图完美的重叠在一起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张裁切 那么再点到底下这一张 往下裁切 好 那么这个样子呢 就会中间就会被切开了 接着呢 我们在图形圆数这个地方呢 我们找 点一下 我们选择这个圆形的 调整一下大小 再复制一次 Ctrl D复制一个 好 那这样就 这个立体横切的效果已经蛮明显 接着我们加个阴影进来 那这样效果又更好了 当然你其他物件也可以做这个踩横切 比如说我们找看看有没有凤梨 凤梨 好 一样的我们按Ctrl D 建立一个副本 利用方向键为条 让两张图完全的重叠 然后点下一张图 也是一样彩切 OK切开了 接下来 元素这里一样再选择圆形 椭圆 好 那凤梨的果肉呢 不是红色的 我们把它改成黄色的 当然实际上没有这么鲜艳 这个各位可以再微调 好 一样的我们加个阴影 好 不错吧 蛮完美的一个横切的效果 谢谢收看的 很容易 穿梨 感谢观看